欢迎光临鲨鱼 除夕也要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就算不投资的人应该也知道有个虚拟货币叫做比特币 就算不特别爱狗的人也会知道那个脸逼近圆形的柴权梗图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最近迅速串生的货币 DodgeCoin狗狗货币 这个狗狗货币听起来很可爱 但涨幅却很凶 尤其是从特斯拉CEO Elon Musk在Twitter上面推这个狗狗币以后 这个货币就在24小时内涨了27% 上周以来已经涨了500% 盘中最多的涨幅还有到达1000% 狗狗货币的市值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亿 成为了虚拟货币的第10名 其实DodgeCoin狗狗货币成立于2013年 那时候正值比特币大起飞的时期 当时有一位澳洲人为了嘲讽比特币 就想说拿柴权来做个货币 于是就敲敲键盘就上架了 还买下了DodgeCoin.com的网狱跟Bitcoin.com并列 但他当初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这会成为现在这种状态 其实Elon Musk也在过去就有注意到狗狗币 但那时候只是觉得好笑可爱就转发了 但直到最近有网友发现就贴给他本人 他又转发 就这样吵一拨就起来了 其实Elon Musk本人也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意外 但是他也在Clubhouse里面说 命运就是偏爱这种讽刺 而最具娱乐性和最讽刺的结果 就是如果当狗狗币真的成为地球未来货币的时候 Elon Musk原本还想暂时退出Twitter 结果没想到才一天就因为狗狗币而强势回归 还称狗狗币是人民的货币 因为不用很有钱也能买到 只可惜再这样涨下去 以后大家就买不起了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Tesla的CEO现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之大 还有狗狗币唱红虽然超级可爱 也有点像是人民的法锤 但是完全违反了当初创办人的初衷 而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比特币 狗狗币的成功反而是狗狗币创办人的失望 也是蛮讽刺的 你的老板自恋吗 或是说你自恋吗 应该很多人都有觉得老板很自恋的想法吧 这完全是合理的 因为根据研究显示 老板自恋的比例真的很高 那如果你很自恋的话 那就恭喜你 当上老板的机会比较高哦 这个研究对很多的CEO进行调查 发现领导者当中自恋的比例高到不可学 而特别自恋的领导者 还比其他普通自恋的领导者 能够更快地当上领导者 近年来对于职场中的自恋情形的研究 超热门 所谓的自恋 其实就是自我膨胀 对权力的欲望 和对操控的欲望 都很强的一种个性 但即使大家现在都超级关注这个领导 还是没有直接的研究 发现自恋的倾向 到底是怎么样 使得一个人能够更快地当上主管 但无论如何 像是CEO这样子的位置的人 在一个企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必须负责一个公司的经营策略 流程的管理 资源的配置 还有最重要的营收 这些工作很多也很难 到底要怎样的特质 才能做好一个领导者呢 传统上会认为好领导者的特质是 外向 过度自信 自尊高 主导性 还有权威性高 而研究人员就发现这些特质 其实在自恋的人身上 都高度重叠 研究人员调查非常多CEO过去的工作经验 去做相似度的电脑分析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 无论在什么领域 怎么样的公司 自恋都绝对是深迁的一大助力 研究人员发现自恋的个性 导致人有办法表现得像一颗耀眼的星星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 所以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赏识 但是自恋的人虽然容易当上主管 却多半是公司陨落的原因之一 因为自恋的人比较独裁 下面的人通常都会比较不快乐 而且自恋的人都不喜欢跟其他人沟通 很有可能会误了公司的大事 而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自恋虽然迷人 但很危险 举世文明的纳粹老大 希特勒也是会上厕所的 而他过去曾经使用过的马桶座 现在即将进行拍卖 预估价格会落在15000美元 其标价目前是定在5000美元 这个马桶座据说是被美国军人 从希特勒的私人厕所里面捡走的 一直放在军人家里的地下室 最近这个军人的家庭 决定要把这几片木头组成的马桶座 拿出来换成现金 应该很多人会抢着要 这个希特勒在上面 想着邪恶计划的马桶座 这个马桶座大概长19寸 宽16寸 由两片木头连接所组成 马桶盖上面还贴着 捡到的这位军人的照片 应该是当时捡来当战争的纪念品 这位捡马桶座当纪念品的军人 是第一群跟法国军队 一起到希特勒家的美国军人 那时候军人们都被告知 可以进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 大概就是一个辛苦了 进去挑自己喜欢的奖品吧 的诡异场景 据说这位军人挑选马桶座的时候 跟他的伙伴说 你觉得希特勒把他的屁股放在哪里 然后就高兴的带走马桶座 据说当时把纪念品寄回家的情况 非常常见 大家都会挑些东西寄回去给老婆当礼物 在美国爱达河州有一位反口罩人士 非常不满戴口罩的政策 这位反口罩人士是个女大学生 她前不久才被募集到 去参加会议时穿着一身色彩鲜艳的服装 她说这身色彩鲜艳的服装是唯一可以让她不用戴口罩的方法 她甚至在Facebook直播上面被拍到 对着公务员大声问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穿这个服装吗 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去学校的方式 我还要这样戴她擦的头巾 搞得我是一个穆斯林一样 从这个女大生的描述 就可以知道她非常藐视穆斯林 自己要戴头巾 还对着公务员说她擦了头巾 这个女大生是Louis Clark State College的学生 她说她最后的一整个学期都必须要修学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上学必须戴口罩的政策 毫无意义她无法接受 学生教职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都必须要戴能遮住口鼻的东西 其实没有严格限制要是口罩 只要在学校室内活动 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戴口罩的规则 只有那些有其他医疗原因 可能戴口罩没办法呼吸的人才可以不用戴 所以女大生为了进入学校的建筑物 必须要一整天穿着副斯林的服装 因为她说戴口罩会影响她学习 她还说从小到大 戴口罩就是一件让她心灵创伤的事情 并大言不惨的说 拜托到底是会怎样 你难道觉得病毒有那么聪明 会看到我就说要停下来攻击我 因为我戴头巾吗 真的是非常幽默的一位女同学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的除夕晚餐好吃吗 如果不好吃的话也没关系 记得要把鲨鱼分享出去 然后可以在apple podcast给鲨鱼星星写下你的心得 如果想要对鲨鱼的任何内容想要跟我交流的话 都可以在有留言区的地方写下你的评论 我都会回复哦 那就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听听看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的podcast 里面有时间比较长的内容 那就希望鲨鱼可以在每周的246 顺利与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